按滾键之后再按滚轮 它就可以像 它有点是可以快速的去 移动你的这个 物件 那除了这个 按滚轮之外的话 另外Shift键也可以 你会发现Shift键按住之后 再按滚轮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有没有看到 多了一个什么呢 Z轴出来了 本来是XY 现在多了一个什么呢 Z轴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3D的话 那就直接Shift键按住之后的话 再按滚轮 再按滚轮之后 就会有Z轴跑出来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 要把它恢复 我们可以下一个指令 你那一轮就出来 如果你今天要恢复 恢复原来的这个 状态的话 就是只有XY轴 你在指令里面 可以输入一个 PLAN的指令 Enter Enter之后的话 它问你说呢 你是不是要恢复 那你就再按一个Enter之后 就只有恢复成 X跟Y 轴的这个状态 再示范一次 好 立着出来对不对 如果需要恢复的话 PLAN Enter 再一个Enter Enter两次就恢复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练习 第一个呢 先开启这个档案 那它的位置是在 那个C底底下的 Program File Auto K2008 Sample 底下的这个图 那开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你可以利用滚轮 去做一个 上前 向后 点两下 的方式 或者按住不要放 可以左右 那再来就是透过那个 Ctrl 接下按住之后的话 再按滚轮 还有呢 去不住接下按住之后 再按滚轮 那这个部分呢 是滑鼠的 这个操作方式 在这里也非常重要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些